高崇人武园区迎接首家厂商进驻 半导体设备厂天正国际二厂上凉 明年第一季市产第三季完工 扩建半导体被动元件等前端设备机台产线 投资金额超过十亿元 所以说这设备我们一定要台湾自己做 所以说我一直积极布局在这个项目 这个自动化设备不只可以运用在我们被动元件 我们可以扩展到很多的电子行业上面 所以他当领头羊来到我们人物产业园区投资 那如果结合我们高雄所特有的重工业跟制造业的基础 也是响应蔡英文总统要将台湾打造为高阶制造的中心 天正国际生产机密机械自动化设备 测试包装机在台湾市占率高达50%以上 南部半导体S朗袋主步成型 带动电动车 元宇宙 五区 AIoT等兆元产业发展 总经理万文才指出 人物二厂布局自动徒步 印刷 堆叠及水压机等四大核心设备 从半导体扩展到固态电池 mini LED等电子行业应用 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我们高雄的在地的企业 跟我们接下来进驻我们在高雄国际的半导体的大厂 都能够更做更紧密的产业列的界界 人物产业园区总面积74公顷 除了天正国际之外 注农机密 成型科技和颗粒航台 陆续提出动工建成计划 最近高雄已经引进40多家国际型大厂投资 台积电高雄厂区维持2024年营运目标不变 逐步窜起南台湾科技业聚落 新台电视李俊荣高杰伦省委同台湾高雄报道